欢迎收看STAR News World 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不错过当日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新闻 今天的新闻频道包括以下栏目 王一博的搞笑日常 跳坑大师训狗不成反自跳坑 去世连连 王一博最近的一次散步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不仅因为他逗趣的行为 还有他被蚊子咬得满脸红包的乐观态度 作为野生救援大使 他积极参与保护穿衫甲的行动 这些都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在一次散步中 王一博发现了一个小坑 他对狗狗喊道 跳 没想到聪明的小狗绕过了坑 王一博看到后 幽默地说 哈哈 不跳 然后他自己轻松地跳了过去 粉丝们拍下了这一幕 发到了网上 瞬间引起了热议 有人在评论中调侃道 狗狗心里想的是 你跳吧 我就在这儿等你 这一幕被网友们称为养狗哲学 大家纷纷称赞 王一博的幽默感 一位粉丝笑着评论道 这狗都不听话了 王一博真是的好好练练耐心了 在户外探险时 王一博脸上被删文字咬出了一个大红包 他忍不住一直挠 有网友打去说 删文字见面礼吧 博博 注意点 这个评论引发了大家的笑声 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 王一博的真实和接地气 尽管被文字咬得不舒服 王一博还是笑容满面 展现了乐观的心态 王一博成为野生救援大使后 积极参与保护穿衫甲的活动 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 有人评论说 选王一博当大使太棒了 他心地善良 行动力强 这种评论显示了大家对他的喜爱和认可 王一博不仅在保护动物上付出了许多努力 还展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 他参与了许多帮助穿衫甲的公益活动 有网友评论道 跟着王一博一起为爱行走 保护穿衫甲 这条评论不仅表达了对王一博的支持 也反映了大家对动物保护的关心 王一博通过实际行动 呼吁更多人加入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 有网友幽默地说 王一博真是全能型男神 会训练狗狗 敢跳深坑 还保护穿衫甲 真是太厉害了 这样的评价不仅让大家笑了 也展现了王一博的多才多艺和爱心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 王一博不仅展现了他的幽默和才华 还实际行动保护动物 他的付出和幽默时刻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有人觉得他既搞笑又充满爱心 让人心生温暖 但也有人质疑他的努力是否真的有实际效果 有人说 王一博的影响力能让更多人加入保护动物 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这种观点的讨论引发了新的思考 王一博寻护者现象及爆火 魅力与实力兼具 成就话题王 纪录片寻护者由王一博倾情呈现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容 迅速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这部仅有20分钟的短片 虽然之向会员开放 却在发布后不久便引起了广泛关注 热度飙升至8500的高度 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王一博通过寻护者 展示了他非凡的影响力和独特的魅力 他在片中以细腻的笔触 描绘出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尽管影片时长不长 但他却能够通过真诚的表达和深刻的洞察 触动观众的内心 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温暖和力量 寻护者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成功 更是王一博多年努力的结晶 他通过这部纪录片展现了自己 作为一名艺人的深度和广度 不仅仅是作为演员的出色表现 更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人物形象 他用自己的魅力吸引了无数观众 让大家在欣赏他的作品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王一博在寻护者中 不仅展现了他作为艺人的才华 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 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公众人物的形象 他通过影片传递出的正能量和深刻的思考 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观众在观影过程中 仿佛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 被王一博的真诚和才华所打动 这次的热潮不仅仅是寻护者的成功 也是王一博在演绎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他通过这部影片展示了自己的多面性和潜力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王一博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王一博将在演绎道路上继续前行 用他的才华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的作品 寻护者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 更是王一博用心呈现的一份真诚礼物 他不仅展示了他作为艺人的多面性 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有深度的公众人物的形象 王一博通过这部影片传递的正能量和深刻的思考 必将在未来继续影响和激励更多的人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